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由龚俊,乔欣主演的浪漫爱情悬疑剧《陈睡花园》 剧情临近收尾,故事的主线也趋于明朗 以往被吐槽过演技的主演在这部剧中的演绎也从观众的反馈得到了认可 可见不断精进的演员和好的剧本互相成就 在这部剧中,实业心理咨询师林申龚俊饰演和情感类公众号博主萧萧巧 身高都很相衬,两个有言有脑的成年人之间基于理性 感性的碰撞和对彼此的尊重,成长的爱情让网友直呼好甜 而除了主角的爱情线,这部剧还有其他亮点值得一看 主线与单元结合,单元核心与现实话题相连 这部剧以男女主为中心,主线在前面男主回忆的铺垫和剧情的推动下 基本成型,单元篇章讲述了一些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处于事件中心的人物,基本是男女主身边的朋友或工作伙伴 而且在后面的故事中也有出演,增强了剧情的连贯度和丰富性 在已经播出的单元篇章中 有关粉丝追星的分寸感和偶像恋爱他房这一单元 引发了网友关注 明明是两个人投入的爱情 却因为男明星的偶像事业只能秘密进行 被发现后因为男生的不承认和经纪公司的暗中操作 女生所说的话被所有人认为是妄想症作祟 女生甚至陷入自我怀疑 崩溃之失去这段记忆 身心受到重创 经过萧萧和铃声在其中的操作 女生找回了选择新的生活的勇气和男生告别 而男明星也在网络上公开承认这段恋情 并且对女生道歉 大众哗然 事业受挫是他应该面对的结局 另有两个有关恋爱中控制欲和精神控制的单元 从精神控制到行为束缚 把一方的思想强加给另一方 但是以PUA进行情感操控 是对被操纵对象的伤害 这份感情也难以长久 因此逼结局是注定的 这部剧通过柴迁被男友与爱为名实施精神操控 主动放弃事业 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和朋友 还要被男友用婚姻捆绑加固信任的事件 来表现精神控制的可怕 并且通过萧萧暗示柴迁 主动发现自己被精神操控和 及时挣脱来警示观众朋友们 要注意思想独立和精神安全 剧中人物得到心理治愈的过程 也能给有相似经历的人一些慰藉和方向 还有一个单元融合了栽赃嫁祸 舆论压力等等 这一篇章出现的主要人物 李一心暗恋男主 模仿女主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主动联系别人的男友 使得其陷入感情危机 无暇任助教 知道室友对桃子毛过敏 还故意买回来使得室友过敏 从而顶替助教名额 接近男主 不得女主的信任 暗地里却伪装威胁女主 网友们看到这一系列操作直呼 李一心应该去眼睁还传 宫斗手段十分熟练 主打爱情剧 悬疑不烧脑 这部剧在前期宣传的时候 没有引发很多讨论 《沉睡花园》这个剧名 也没有明确的指向 因此观众才开始看的时候 并没有抱有很大期待 但是在追剧的过程中逐渐上头 悬疑不烧脑对大部分观众很有好 虽然有填孔剧的名号 但只在新的事件引入的时候和中心人物 回忆的拍摄手法上有一些悬疑恐怖的感觉 来吸引和提醒观众 除了铃声和萧萧的爱情线 还有不同类型的副CP 也有比较完整的成长线 值得一看 对专业有分寸和把控 兼顾理性和感性 不误导大众 至少类型的电视剧和真人秀 都要严格把控专业领域的问题 并免对大众的误导和观众质疑产生信任危机 这部剧在专业上还是比较严谨的 比如说心理咨询师没有处方权 不能给来访者开药 而对于没有意愿进行心理疏导的人 咨询师也是不能强行疏导干预的 女主情感类型 博主的身份 和男主职业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互补 虽然情感咨询与感性相关 但是女主和男主也是双双在线 理性判断是剧中的亮点 很多观众朋友觉得这部剧很好看 恋爱情节不俗套 但是更新太慢 等待的时间太长就会降低期待值 但是每集的时长堪比一部小电影 又很令人满意 希望后面两集继续保持既有水准 切密一点 迎来一个很好的结局